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小娘放心 我男人在杨龙州守了好些天 那位曾经给魏小娘看诊的蟑螂中 一点总体都没有 没有证据 她能掀出什么风浪 话虽如此啊 可是明蓝 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无依无靠的了 若是不出什么麻将来的 屋里那个脑切膊 肯定会翻起身来 替她撑腰 小娘不必担心 主君是疼小娘的不是 况且 这事牵扯了盛家的名声 主君是自然不会让人翻旧账 否则 这岂不是怠慢了主君的决断 等到我们姑娘嫁得高门 谁还敢说小娘你的不是 说到一切啊 侯爵府老侯爷去世时 各家涉棚陆基 他们家大娘子现在要涉答谢宴 请了不少故旧迎亲 齐国公家和咱们家也在首要之列 贫宁郡主还特意叫人带了话 说让咱们也去呢 好 他们家那个小枫爷呀 看着机灵样 竟是个瞎眼的 就是 六姑娘马球会的事 可是闹得沸沸扬扬的 我们不妨看看郡主是怎么收拾这场 小公爷也瞎了眼了 但别家没瞎呀 顾家这个大歇宴 请了不少大官公亲和家眷们 这可是我沐儿大展身手的好机会 到时候我要让他们都知道 咱们盛家有这么一个好样貌 好精彩的姑娘 平民郡主看不上咱们 但是汴京 有的是富贵人家 我的沐儿才不要在一口树上吊死 就是 怎么突然想起拜祭祖先了 不用起来 前日梦见祖父 他说我们这些做孙女的 也没人给他上炉香 所以我就来了 我这几个孩子里头啊 你是最懂事听话的 我 回复很是欣慰呀 爹 您还记得我小娘的样子吗 她那是我死得多彩呀 我现在心里想想就难受 爹 您说 您有这么多的儿女 怎么就偏偏我小娘遭遇难产 你是两面 这究竟是命不好呢 还是另有缘缘呢 这夫人产子啊 本来就是一道回门关 你小娘她也是命中无福 这也是一桌伤心事啊 你以后不要多想 爹 女儿在路上遭遇水贼 沉入水底的时候 以为性命不保 可是我恍惚间 我好像看见了小娘 伸出了手 你抓住我 好像要说什么 她说什么了 我就是不知道说什么 心里才慌狠 你这是中了什么邪魔吧 在这儿乱说一气 女儿在右洋 亲眼见到大祖母 厌弃了 她死的 死 死的 我 不平静 女儿心里害怕极了 罢了罢了 我看 年纪还小不动轻重 这些以后不可再提起 免得伤了一家子的和气 还有一件事情 想请父亲准许 说 我听人说 像见到亲人亡魂的这种情形 都是王者 在地府过得不安 得做长法事超度一下才好 这也该当啊 如今是你大娘子当家 用多少银子啊 回头尽管去支吧 嗯 我小娘 不灵灵地葬在扬州乡下 难免会贵孤会野鬼欺负 爹 你是天子埋生 阳气最重 嗯 女儿想请 父亲您 滴几滴指尖学 滴入到朱砂中 让女儿重新将小娘的牌位 再描写一下 震着那些小鬼们 这也算是 父亲您给我和小娘的恩惠吧 圣人云 敬鬼神而远之 咱们家是读书清流人家 这些个怪力乱神的话 以后不得再说 你也很不该要求上秦损毁身体 父亲您说得有道理 是女儿欠妥了 那 那女儿做法事的时候 还请父亲到场 亲手点燃三炷香 你也不认识啊 撞一撞我小娘的灵魂吧 人家外头兵荒马乱的啊 本该在家里好好地修身养性 你非要弄得如此不及 你成何体统 父亲 小娘是您的枕边人呀 行了 看你受了惊吓了 我先掀着吧 姑娘 既然主君不肯低血 你看 我们要不要找一个八字硬的 给小娘娘拍位啊 不用找 本来就是编出来的 小桃 如果 如果你爸自愿的话 你愿意为我小娘低血 我愿意呀 小娘平时带我很好 但若有糕饼了 还会生给我吃呢 你都愿意 可是我小娘的枕边人 她却不愿意 你都愿意 你是可托福她 她不堪托福吧 那 那怎么办啊 地下的死人睡得不安稳 地上的活人 怎么都睡得安稳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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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庸王啊 是要入那座东宫的 这种原谅在他面前 虽然也是要低声下气些了 瞧瞧吧 那位紫色衣服的 就是庸王的女儿 嘉诚县主 郡主娘娘从小在宫里长大 皇宫大内呢 是人家自有外屈的人 想必一定是得到了什么丰手 才会选择这样一个用身材 论样貌都不如你 妹妹 浪费心机了 这位紫色衣服 县主是服务深厚的人 听我一说呢 这荣妃娘娘一家 也开上齐小公园了 只可惜啊 荣妃燕她无福命果 销售不起这么好的公园 她这意思 郡主娘娘便有渔王家来往 齐花功夫真是高明啊 刀切豆腐 了面光 不过话说回来 我家祖上 终归是做过太师的 跟你家不同 俗话说呢 妈 这谈口封得住 人口封得住 你那家小家小妻的心思 我剩你赶紧四合 活人的肚子已经 嗯 哎 那边最摸西做的 是谁家的官军 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 盛家大娘子带着的 俊者的横根 不是在盛家的私塾 读过书吗 两家常有的来往 他们呀 自然也就跟我认识 老侯爷去世的时候 盛家也是设了路纪的 原来那个就是盛家的 可不就是他 那叫过来 我仔细瞧瞧 对了 我刚想起一个趣事 我家前几日 闹了一个笑话 为了几件小事 屋里的女婿吵起来 一个厨房烧水的 竟然骂了我的贴身女婿 弄得我呀哭笑不语 那郡主怎么处置的 处置什么呀 一个烧水丫头 一辈子都没进过主人的屋子 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瞧见没有 上个二位正紫桑骂怀呢 说的是谁 你心里应该清楚吧 我耳朵不好使 您听见 没有燕红姐姐 听得那么清楚 如今啊 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蠢材 还真的不少 一个个地觉得 沾上了一点 王府宫侯侯的枝叶末梢 就觉得自己也有了身份 听到这种事情 我都觉得好笑 气都懒得生吗 来 不是货 好笑 嗯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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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姑娘 六姑娘 大娘子也出来方便 方便什么呀 我是看不惯 那几位装腔做事 指桑骂怀 出来吐口气的 好孩子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她卖成口舌之快 就让他们说去 我耳朵不太好使 那么远也听不清 对呀 这就对了 咱们不听她的 过些日子 我邀了一些钦卷 来打马球 你马球又打得好 不如过来跟我对战一场 那才畅快呢 这 这恐怕父亲和大娘子 不隐吧 到时候 我送帖子到你府上 你母亲看在我的面子上 也不得不隐 我去 姑娘 抛开家里 只要在外头有我在 谁也别想欺负你 把头一次见你啊 我就喜欢你这种 不娇如造作的性子 对我的脾气 大娘子 贵府的六公子 在前院寻娘子 寻我 做什么 奴婢只是见着了 不知公子寻大娘子做什么 怕是有要事吧 大娘子 我就不祖您了 也好 那马球大会 你可千万要来啊 那我先走了 你准够是那个小贱人 又在家里寻思迷糊了 早晚我受伤了 六姑娘 六姑娘 小宫月来 小宫月来 不知公子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家新 新来了一个扬州的厨子 做这个千层膏做得最好了 我就给你藏着带着来一块 那你 你尝尝 味道重不重 谁问真令人去到海滩依旧 是梦 知风 应是绿飞不上 我知道 你平日里不喜欢金银首饰 胭脂 花粉什么的 但是你平生啊 最喜欢的就是吃 所以一有吃的呀 我自然就想着给你带过来了 有点冷了吧 确实是有点冷了 这个千层膏啊 热的时候才好吃 你别这么惦记我了 你瞧你 你都瘦了 都憔悴了 我 我不惦记着你 你怎么熬得下去啊 还 我不惦记着你 我知道 现在外面 纷纷扬扬扬地都在说 说我要娶这个 娶那个 不过你放心 不管是她公主 还是县主 我绝不会娶别人为妻 我齐恒要娶的大娘子 只有你盛名外一个人 哪怕你永远都不娶我 哪怕你永远都不娶我 我也会记得你今天的样子 你放心 你放心 若是我母亲不懂你 我便以命相罗 或是齐家的毒子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她会看着我去死 祝孔 小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一关 好 她若罢休 我就罢休 她若向前 我就向前 你那位婢女说得没错 你那个小工业 只怕是要塌架子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回家取一样属于我的东西 你 你来这里多久了 刚好听完一曲《长生殿》 那你这是都听见了 放心 我不会说出去的 那你还拿明皇和杨妃来讥讽我 我这话说得是随意理却同 想当年明皇与杨妃 海誓山盟 百般恩爱 可到头来呢 明皇还不是舍了杨贵妃 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和江山 他又不是明皇 有什么江山可保 他没有江山 但他七家一门的荣辱 是需要他来承担的 小工业为人 确实是才华横溢 友善和气 是个好人 但是 他却扛不住 这么大的担子 到时候 只怕你会摔得很疼 原来二叔嘴上说着不在意 心里其实是 一直都记恨我的 记恨我缴获了 你和燕燃姐姐的婚事 不二叔 你是个好人 奈何嘴上生刺猬 二公子 他们要来抓我了 你赶紧跑吧 你 他们是来抓你的 他们是来抓你的 那你不要紧吗 这是我家有什么要紧的 我 我 我或许可以 帮你把这枪哪儿 拿着 不用了吧 我的事 不连连六姑娘 赶紧走吧 快走吧 放开 冷静 就别闹我了 放开 怎么 才多久没见就拿我当贼了 我告诉你们 虽然我已离开顾家 但顾家祠堂宗普上 还有我的名字呢 顾家没你这样的子孙 你还有脸回来 祠堂这杆枪 我要拿走 你已不是顾家的人 祠堂里的东西 你休想拿走 我八岁那年 与父亲进宫面圣 当时我在官家面前 耍了一套枪 官家甚是高兴 把这杆枪赏给了顾家 没有我 就没有这杆枪 我为何不能拿走 暂说 我现在对顾家 已经毫无留恋 这杆枪是我自己振回来 我一定得拿走 既然买在顾家祠堂 那便是顾家的 顾家的一草一墨一针一线 你都休想拿走 你 就凭你们几个 能拦得住我吗 你若不怕再落个 世兄的罪名 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便愿有你呢 你 你 你 爸 今日我不打你 省得让你在众人面前 再做一场戏 这杆枪 我给你 你爱把它放在正厅也罢 放在祠堂也行 但你记着 总有一日 我是要回来的 你得给我开中门 扫庭院 把我请进祠堂 双手将此枪奉上 你休想 你休想 是不是你 给公子和盛家那个庶女 牵线大桥令她们见面了 没有 没 没有 你还敢狡辩 你要是不承认 那我就打死你 确实没有 大娘府民见 好吧 你不说也罢 是不是你不打紧 你说不说 也不打紧 横竖今日 我是要打死你 打 娘娘 娘娘 饶了我 娘娘 叫公爷 叫公爷 小公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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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槿 木槿 你这是要做什么 不会她做错了什么 背着我 撮合你和盛家那个丫头 去私会 还死不承认 不承认 我就打死她 没有 不会她没有 我没有与人私会 不会她没有 不要管我与人私会 母亲 母亲 我求你 我求你饶了不会吧 母亲 我求你 母亲 你们当我死了还是吓了 在殷王一家子 眼皮底下辨戏法 这要是让王妃知道了 那还得了 今日不打死她 明日 府内的下人们 就有样学样 帮着你忤逆父母 那还不返电了 打死她 母亲 我求你 求你饶了我 母亲 母亲 禀大娘子 不回断气了 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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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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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病成这样了 这药是去哪儿啊 这家我带不下去了 我快要被憋死了 你不要父母了 不会 是我的知心 他亲我 爱我 心里疼我 可怜我 你杀死他 就是要把我的心 一起杀死 可是 我 我不能再做一台明兰 你不让我跟明兰在一起 我偏要跟她在一起 我现在 我现在就是生家地区 袁若 袁若 你要去 就是让我和你父亲去死 袁若 你当南 容非燕为何会死 全都是因为你 那荣家 最嫌有意和我们接亲 荣飞已经召过进宫两次 明里暗里的 也说了好几次 那荣家祖上不过就是你瓦匠出身 一家子都不堪说的 我心里不愿 可也不敢贸然拒绝 只好敷衍着 后来有一日 金鸣池外的马球赛上 雍王的女儿嘉诚献着 对你一见倾心 回家就要求父母做主 雍王虽然儿子很多 可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从小当她掌上明珠 有求必应 没几日 雍王妃便登门来试她 我左右为难 两家子都得罪不得 只好说了实话 没想到 那雍王妃 当面没说什么 后来上渊灯会 就有了 荣飞宴那档子事 是 是 是雍王家干的 小荣飞 最疼爱她这个妹妹了 可凭着小荣飞如此荣宠 官家 连御灵军都派了出来 偏偏 连个贼人影子都没照着 除了雍王 谁家 还能坐得这么地水不冷 这简直太无法无天了 那 那那官家就坐视不管吗 官家 为立储一事 忧郁病的 一个多月都没上朝了 未免她心烦 后宫上下 无人敢将此事告知 游王出身高贵 子嗣众多 年纪 又在宗室诸子中最长 呼声最高 若是她是册封为太子 就更加权势熏天 得罪不得呀 她现在还不是太子 不管她是不是太子 都是踩在咱们头上的人物 都是踩在咱们头上的人物 况且 殷卓荣妃艳一事 荣妃一家 也恨了咱们 齐家 又人丁不忘 子侄不争气 只靠咱们这一支撑着 你父亲虽然有个延误的差事 可是 如今又没得做了 只领个须职 并不受官家赏识 这些年 全凭着我 在官家皇后身边长大 得他们一点清俭 才保折 国公府这十几年的兴亡 你不答应婚事 如果有一天 官家没了 新皇登基 到那时候 天翻地覆 咱们没了靠山 那时候 那时候 咱们 可就真成了砧板上的鱼肉 让你勇往宰割了 让你勇往宰割了 太可笑了 那我说 那我说 老死大气 如今我这样一个 粗鲁的男子 既然也可以惹出 这样的祸事来 沐昕 只要我死了 雍王就会放过我们一家了吧 你狂了 你狂了 你说什么傻话 我没放 现在要求齐家 就只有这一条出路 不见 你现在就想回复于王妃 她想要我 可以 除非 仙主 便一家给一群失守 不行 你是齐家的独子 我们只有你这一个儿子 你不能死 母亲若是不愿意去援 我自己消除送钱 郡主 婚姻的车回来了 回来就回来 慌什么 车回来了 人没回 给他 也 是 有一个两个月 她还在一起 有一个 温度 滚